2月26号,市公安局组织召开 秦皇陶市养犬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听证会 据了解,为推进我市养犬管理立法进程 彻底解决制约养犬管理工作开展的瓶颈问题 市人大拟将秦皇陶市养犬管理条例 列入2019年一类立法计划 听证会邀请了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代表 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居委会、物业公司、犬类经营服务单位 动物保护协会、养犬群众和不养犬的群众代表 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建议 大家踊跃发言,各输己见 比如说犬肢的这样的一个育苗的这样的有效管理 以及我们这个保险 就是养犬人他对于犬肢的这样保险 那么以及过程当中的一些管理能够有效实际 一旦发生相应的这样的事故的时候的维权 以及解决这样的能够高效 我们确实很多这个就是叫羊犬人嘛 就是这个怀疾意识不特别强 在遛狗的时候同时把狗的粪便直接就戳到我们的袋子里 装到垃圾箱 甚至人大量有专门狗粪 就是专门是个宠物粪便的垃圾箱 我们秦皇老师将来也会这么做 在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并进行修改完善后 秦皇老师养犬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将逐籍报请市政府市人大批准后 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发布实行 市公安局羊犬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王永顺告诉记者 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对羊犬人违规羊犬的处罚形势和力度 以及社区物业需要承担的责任等方面 都进行了详细规范 条例增加了对不办理羊犬免疫登记证这个行为的处罚 同时对这个严重违规羊犬行为 设定了没收权制的处罚 明确了街道社区和物业公司的职责 并设定了对物业公司 物业企业不落实于管理的罚则 强化的社会综合治理 对这个受过三次以上违规安全行为处罚的 将纳入个人诚信记录 实施综合惩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